现在我们讲下肢 讲完上肢 我们现在讲下肢 下肢我刚才说到了 我们腿一定要弯曲 脚的宽度大概与肩同宽 或者比肩宽一点就OK了 不能脾的太大 脾太大以后你就动不起来了 启动就会慢掉了 然后我们打正交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记住 有一个什么感觉呢 就是身体 你就感觉浑身发冷 一定要抱住身体 一定要抱住团这样去打 我们刚开始练动作的时候 可以练这样 然后慢慢加上手 这样就是一个非常漂亮 非常完美的正交的动作 你看 而且这个腿重心的交换 重心的交换是 从左压到右 从左压到右 然后这样打起来 脚可以动脚尖 然后不一定说百分之百 要转起来 有一个重心的交换就够了 你们刚才看到我打的时候 肯定也没有说是这样 这样来回转 就是重心有一个交换就可以了 最重要的就是 你的下肢 一定要稳 一定要稳 所以是稳 不能说是打的时候 来回晃 你这样打的话 就发力就不会集中 就是我们 有点像这种功夫的感觉 就是出拳那一下呢 一定要集中 把球打在点上 这样 这种感觉 这个腰呢 一定要绷住劲 一定要绷住劲 然后身体带动手 一定是身体带动手 我们现在呢 来着重地看一下 我的这个腰部和腿部的动作 我现在呢 做一个比较夸张的动作 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种全身发冷抱紧打 你看我现在 刚开始打的时候 我不用我的手 我就用腰打 看看你怎么感觉 是不是让你们想起来了刘过良的动作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吧 加上这个 加上钱币的动作 你们看一下 100%和刘过良的动作是一样的 虽然说不是说特别的好看 但是这个踢球感觉非常合理 我现在用我自己的方式 我再演示一次 我的这个腰部和腿部的动作 也是抱紧 但是呢 这个肘稍微打开一点 动作稍微舒展一点 我们再看一下 大家可以回去揣摩 大家可以回去揣摩 可以去自己体会 你们喜欢什么样的动作 就去练什么样的动作 这两种工作都非常合理 看你们怎么打得舒服 侧面角度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背面角度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呢我们做一个第一章的总结 直板正手工的基础教学的总结 那首先我们从手上 我们的手腕垂直 我们的肘要端起来 在这个90度大概 这样一个角度 然后大臂和身体的这个 之间的距离是一个30度的角 身体前倾 但是不能弯腰 不是这种感觉 是身体要前倾 然后腿 膝盖 微微的弯曲就OK了 不要太蹲 也不要站得太直 微微的弯曲 宽度 与肩同宽 或者是 底肩稍微宽一点 就可以了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记住 最关键的一点 收前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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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腕的话呢 我们先暂时放在一边 但是前臂的动作 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大家回去 抓紧练习 我们准备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